女性步入更年期后,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,这时候一定要从饮食上进行调理,把气血充足,不仅肌肤更有光泽,身体免疫力也会更强。 一般来说,想要补足气血,只要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合理饮食,就能达到不错的效果。 毕竟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,可以为大家的身体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,不仅能够保养全身脏腑,对补气血更是有益。 建议女人步入更年期以后,多吃一些能够补气血的食物,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五种适合用于补气血的食物,以及它们的家常做法,大家千万别错过。 第一种,红枣,推荐食谱,红枣膏。 一,准备适量红枣,洗干净后,下入沸水中,盖上锅盖煮五分钟,时间到后捞出控干水分。 二,准备一根吸管,把红枣盒去掉,然后放入料理机中,将红枣搅打成泥,装入碗中备用。 三,碗中打入两个鸡蛋,用筷子搅散后,倒入红枣泥中,再加入一百毫升的纯牛奶,三克酵母粉。 四,用筷子搅拌均匀后,少量多次加入面粉,用筷子搅成粘稠的糊状,封上一层保鲜膜,放在温暖的地方,醒发至两倍大。 五,准备适量葡萄干,加入少许面粉抓匀后,倒入适量清水,将表面灰尘杂质,清洗干净。 六,准备三个小碗,均匀地刷上一层油,将醒发好的面糊倒进碗中,攤平整后,在表面放上葡萄干,撒上少许黑芝麻。 七,然后将红枣糊放入蒸锅中,盖上盖子再醒发十分钟。 时间到后,开大火蒸二十五分钟,蒸好后,关火焖五分钟。 八,焖好后,将红枣用铲子轻轻地推动取出来,一道软糯香甜的红枣发糕就做好了。 第二种,鲫鱼,推荐食谱,鲫鱼豆腐海带汤。 一,准备几条小鲫鱼,将内脏清理干净后备用,一块嫩豆腐切成厚片,一小块干海带用开水泡发备用。 二,锅中烧热油,下入鲫鱼,用铲子轻轻按压,让鲫鱼受热均匀,煎至一面金黄翻面,继续煎至金黄。 三,鲫鱼两面金黄后,使用锅铲将其全部碾碎,加入姜丝,翻炒均匀。 四,倒入适量开水,翻炒均匀,开大火后,将水烧开后,用铲子将表面浮沫撇去。 五,继续煮五分钟后,用漏勺把姜丝和鲫鱼全部捞出来,直接扔掉,然后将鱼汤过滤一遍。 六,接着将鱼汤再次倒回锅中,下入豆腐,大火煮开后,下入海带。 七,煮至片刻后,加入适量枸杞,搅均匀后,加入食盐,胡椒粉,翻炒均匀后,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 第三种,猪肝,推荐食谱,韭菜炒猪肝。 一,准备两斤猪肝,切成薄片装入大碗里,倒入清水,将猪肝里的血水抓洗出来。 控干水分后,加入适量面粉,少许食盐,拌瓶啤酒。 用手抓洗两分钟后,再腌制五分钟,腌好后,用清水洗净备用。 三,锅中烧热油,下入姜片,蒜粒和葱花。 炒香后,加入一勺红油豆瓣酱,翻炒均匀,把小米辣放进去。 四,翻炒片刻后,把猪肝倒进去,开最大火快速翻炒。 三,将猪肝炒至发白,大约20秒左右。 五,然后倒入蚝油,生抽,陈醋,料酒,食盐,味精,胡椒粉,继续翻炒。 倒入少许水淀粉,大火翻炒片刻,倒入韭菜断。 六,大火翻炒至韭菜断生后,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 第四种,鸡肉。 推荐食谱,清蒸鸡肉香菇。 一,准备适量鸡肉,剁成小块后加入食盐、面粉。 用手将鸡肉抓至粘手,然后在流水下清洗干净。 二,准备适量香菇洗干净后,去掉根部,然后在香菇表面打上花刀备用。 三,调料汁。 空碗中加入大蒜末,浇上热油,加入适量白糖、胡椒粉、生蚝、老抽。 料酒、豆瓣酱,搅拌均匀备用。 鸡肉控干水分装入碗中,把调好的料汁倒进去,用手抓拌均匀,腌制半小时,让鸡肉充分入味。 五,锅中烧开水,加入少许盐,把香菇倒进去,煮两分钟左右,捞出挤干水分。 六,然后把香菇放入盘子里,再将鸡肉铺在香菇表面,放入蒸锅中。 七,盖上盖子,开大火蒸半个小时后,取出,撒上适量葱花,点缀就可以吃了。 第五种,菠菜。 推荐食谱,菠菜炒鸡蛋。 一,准备适量菠菜,用剪刀把根部剪掉,加入一勺食盐,一勺小苏打,倒入适量清水,将菠菜叶掰开,仔细清洗干净。 二,碗中打入四个鸡蛋,加入少许食盐入底位,用筷子搅散备用。 三,锅中烧开水,加入少许盐和油,搅化开后,把菠菜放入锅中。 焯水三十秒左右,捞出过一遍凉水。 四,然后用力将菠菜中的水分挤干,放在案板上切成小段。 五,锅中烧热油,把鸡蛋液倒进去,开中小火将鸡蛋液煎成鸡蛋块。 六,另起锅烧油,下入大蒜和小米辣,煸炒出蒜香味后,把菠菜和鸡蛋倒进锅中。 加入食盐,鸡精,蚝油。 七,开大火翻炒均匀,将鸡蛋和菠菜都炒入味后,就可以出锅了。 以上食物补气血的功效非常好,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多做来吃,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。 除了以上六种食物,山药,鸡蛋,羊肉,牛肉,小米等都具有补益气血的功效,大家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合理搭配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咱们下期再见。